我們現在要開始上的內容叫做質量守恆定律 這個定律非常的簡單 但是考試也算經常的愛考 什麼叫做質量守恆定律 很容易很簡單 就是指反應前的總質量 會等於反應後的總質量 反應前總共有100克 反應後總共也是100克 這根據道爾吞的原子說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道爾吞的原子說告訴我們 發生化學反應 反應前後原子的種類跟樹木沒有發生改變 只是重新排列組合 反應前有5格氫 反應後5格氫 反應前10個氧 反應後也10個氧 反應前後的東西都完全一樣 所以質量當然就會完全一樣 所以這樣叫做質量守恆定律 但是在做這種題目的時候 有幾件事我們要注意 第一個 全部都要算到 要算的是 反應前的總質量 全部要算到 等於反應後的總質量 全部要算到 如果你有少算的 那就可能質量就會多出來或者是會少掉 第二個 這樣的一個質量守恆 通常都要在所謂的密閉的環境中 才會達到質量守恆 但是所謂的密閉 不一定要封口 封起來 封死不見得 只要東西不會進出 不會跑出去 不會跑進來 就可以視同叫做所謂的密閉 好 這裡有一個方糖 好 左手邊的土 平衡了 跟這個質量一樣 然後把它拿去加熱 加熱完之後會發現方糖的質量變輕了 質量變少了 好 所以沒有質量沒有守恆 然後質量變少 這個是因為你加熱方糖的時候 方糖中的原來水蒸氣會跑掉 那你沒有算到那個跑掉的水蒸氣 所以質量就變少了 加熱剛四紅 左邊的頭剛四紅 然後達到平衡質量這麼大 拿去烤一烤燒一燒 再一蹭一蹭 發現質量變大了 哇 質量不守恆 質量增加了 這個是因為鋼絲龍加熱的時候會氧化 他得到了氧 你一開始的時候沒有算氧 所以覺得他質量增加了 所以剛剛跟你講說要全部都算到 全部都有知道才可以 那如果把它放到管子裡面 把它放到管子裡面 不管我加熱的是方糖 還是加熱的是鋼絲龍 那麼我們發現加熱前後原來是平衡的 做完之後還是平衡的 因為水蒸氣跑掉之後還是在氏管裡面 那個氧氣也是原來氏管裡的氧 所以就全部都算到了 因此白銀球的種子量會是一樣的 那麼這個密閉是要把管口封起來 封住了 可是像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我們前面教過了 碳酸鈉加上氯化鈣 會產生氯化鈉加上碳酸鈣沉澱 這個實驗左邊這原來的容易 然後蹭完這麼重 然後倒下去產生沉澱之後還是這麼重 因為那個容易不會跑掉 沉澱沉澱在溶液底下也不會跑掉 因此這個實驗就算你沒有封口 它還是怎樣 還是一樣 所以我想說密閉不見得要封口 東西不要進出就好了 這叫做質量守恒定律 非常簡單 反應前的總質量等於反應後的總質量 但是有幾件事要請同學注意 第一個剛才講過了 要全部都怎樣 算到 全部都要算到 不能有漏掉 什麼水蒸氣啊氧沒有算到就會不一樣 第二個要請你注意的事情是 我們是化學反應指的是有用掉 A加B產生C加豬 用掉了A用掉了B產生了C產生了豬 然後用掉的A跟B這麼重 產生的C跟豬又是這麼重 可是我條件給你的時候 不見得是用掉 有一個蠟燭20公克 燒完之後剩下5公克 那你要用的是幾公克 15公克 他用掉15公克的蠟燭 懂我意思嗎 用掉的 不是那個20也不是那個5 是我用掉了15公克的蠟燭 加上這麼多的氧 然後產生那麼多的二氧化碳跟水 所以要注意 我們算是要算是有用掉 剩下的不能算 剩下的不能用 還有一件事要注意 我們這邊講到質量守門 反應前的總質量等於反應後的總質量 如果我已經告訴你 反應前A有5公克 B有6公克 然後產生C3公克 問你豬有幾公克 那很簡單 就直接左邊質量等於右邊質量 反應前質量等於反應後質量 但是有的時候我給的不是這個 我給的是幾末耳 幾末 這裡有兩末耳 那裡有三末耳 末耳是不是質量啊 不是啊 那你還記得末耳怎麼換成質量嗎 你還記得要怎麼把末耳變成質量嗎 怎麼做 很好 要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我前面教化學反應方程式的時候 我說均衡係數就是什麼 末數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的是均衡係數關係 2A加B產生3C加株 有兩個A有三個C 那個2跟3是不是質量啊 不是 2跟3是什麼 末 那你要算質量什麼 要怎麼辦 要乘以原質量或者是分質量 所以質量守合很簡單 就是反應前總質量等於反應後總質量 只是考試的情況都有一些小細節 那你要注意一下 但基本原則就是 反應前總質量等於反應後總質量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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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